Hello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现在我正在华为990媒体沟通会的外场 一会儿他就要发布990和9905G这个芯片 但是我在现场问了一下 他现场没有10G,就是10G加上990和9905G的手机 可以跑分,可以体验 如果你想看990跑分的小伙伴可以关闭这个视频 因为现场可能只是一些小的演示和展示 从980开始华为就跃升到了绝对一线的处理器 而且也是名声大噪,990也是备受关注 一定有一个非常大争议的点 就是他可能没有上到A77,基本上是A76没跑了 所以在CPU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性能可能提升就非常少 到底怎么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麒麟990不客观真体验 马上开始 OK,现场还有一个9905G的一个10片 这个就是10G的芯片 这次其实提升最大的主要就是9905G版 990的普通的4G版提升并不是特别大 7纳米 然后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大家期待的A77的架构 还是老的A76的 但是这次是狂堆GPU,在GPU方面提升了特别多 升级到了16核 当然现场都是一些参数 我看了一下它现场没有实际展示 所以说没有办法 就只能等待后面的10G了 其实在其他参数方面呢 这次它主要就是AI方面 就是NPU方面提升了非常多 还有就是GPU方面 这个现场它就是一阶 这个9905G版的一些演示 这里面它是有两个屏幕 一个是4G直播 一个是5G直播 这是1080NP30 这个是60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延迟的情况 就是5G版的这个明显延迟是非常小的 下面就是这个实际拍摄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一台手机 就在实时拍摄 延迟呢可以说是非常低了 而且它还是4K60帧的 OK它现场展示的是 5G的一个云游戏 就是它在云端投射过来的这款游戏 这个赛车的 然后它这边是4K60帧 那边是4G的 720P30帧 它的延迟呢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有30毫秒 但是这边呢 由于它是好像是现场没有设置好的原因 没有展示出来它这个延迟 我去工作人员说呢 这个5G版呢 就快了一倍还多 大概是12毫秒左右的一个延迟 而且它还是4K60帧 OK它现场这个板子展示的 就是它发布会上说的那个换背景的问题 而且它这个人呢是在实时动的 然后它后背的这个背景呢就在换 然后一个人呢也可以进行调节 这个展示的就是990的实时的视频的处理技术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边是它的真人 这边是这个板子 这块屏幕展示的是实时超分辨率的一个屏幕 它这个左边呢是360P的 然后右边呢是实时给你更化成1080P的 这个字呢边缘还有整个画面的锐利感呢 都可以非常清晰的感知到 其实超分这个技术呢很早都有 但是实际落地啊 然后实际应用啊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尤其是在首阶段 很希望后面的这个实时超分的这个技术 可能会运用的更多一些 OK我刚刚呢是从这个体验区出来啊 其实这次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现场没有机器 然后可以实际体验都是一些5G啊 还有就是延迟相关的一些展示 当然也有一些能体现990的5G的性能啊 这次主要的芯片呢其实就是990 5G 这个990的提升其实非常少 感觉现在是吧 这个手机是一个标准版一个Pro版 这个处理器也是一个标准版一个Pro版 这个5G明显就是一个Pro版本 而且也是提升最大的这个版本 其实它这次呢没有用上A77呢 在时间上呢也有一些因素吧 还有就是大家懂了最近的这个环境吧 整个国际大环境吧 这个确实应该是受了一些影响吧 我猜的啊 所以说就没有上到这个A77 这是比较大的遗憾 整个的架构呢也没有改变 最高的主频呢是到了2.86G 之前呢说是Arm那边说可能会到3G 但是一直都没有突破 这个就是9905G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也不可否认 9905G加上865000在目前来说 依旧是最强的5G SOC 在我们的之前实际的测试中呢 华为这边呢也是最快的 目前在国内来说 华为做的也是最好的 不过呢之前我们在体验这个980加上865000的5G视频 频道里边有大家可能看过就是它的功耗是非常高的 相对于这个骁龙那边的X50来说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但是这一次它全程都在说这个能效比能效能效一直在提这个词 不管是在GPU方面CPU方面还是就是5G方面 但一直在提 那么990的功耗我是比较期待 因为现在5G手机都是又厚又重 这个不光在内部呢 这个需要的空间更多 还有就是也会加大电池 因为5G确实更耗电 那么990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 OK 不客观这体验 有Mate 30手机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拍视频的 更多内容 关注我们的B站小白测评 新浪微博小白测评 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